晚安呼唤今天的台式晚期新闻 我是铃鲁 新闻一开始 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 二胆守备队的一名上兵 九号清晨点名的时候失联 军防紧急进行全岛搜寻 而上兵的父亲也登岛斜巡 仍旧是不见踪影 但是现在呢有消息传出了 这名上兵穿着救生衣 游到了厦门 但是因为体力不支 被中国大陆的海警救起 只是面对这个传闻 国防部长邱国阵强调 还在查证当中 并且也严正驳斥了逃兵的说法 连岸情势紧绷时刻 金门前线九号有上兵失踪 历经一天半的搜索 人还没找到 却传出失踪上兵 游到中国大陆的消息 表示他因体力不支 被中国的海警救起 整个消息 国防部长亲自回应 我们没有对外 那么肯定讲一讲 因为没有确认 我这话一讲出来 到时候万一不一样 邱国阵强调还在查证 而还原整体事件 九号上午早点明时 这名隶属金防部 列于守备大队 二胆守备队的 26岁陈夕上兵 就此失联 离开时只带手机和钱包 没带走任何枪带 虽然军方表示 陈夕上兵生活行为 没出现异状 不过也有消息传出 疑似有感情问题和债务问题 才会穿着救生衣 自行游到中国 上兵失联 也引发逃兵议策 我还没有认定 你们不要把它冠上去 我可没有讲到逃兵 什么原因 要找到人找到 确认 严正驳斥逃兵说法 邱国正直言 必须等人找到 才能理清全貌 而摊开地图来看 他服役的二胆岛 距离中国厦门 只有4.4公里 如果以一般成人 搭配祝福器辅助 游到厦门 大约需花上一个小时 但先前军方研判 海峡不佳 加上海水温度低 认为不太可能游过去 而如今却传出 他疑似顶着14度低温 游到对岸 可能性高吗 人究竟有没有在中国大陆 详细的失联原因为何 恐怕也得等人找到 才能好好理清 记得最后报道